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如果你之前有所准备的话,那么在设计网站的时候就可以将它们派上用场了。 Logo的最小遍体,可以设计成网站的收藏页图标,然后你可以为主图选择大一点的尺寸。 你还可以在网站的不同地方适当的插入一些Logo。 举个例子,如果你再打造一个12K番商店,那么你就可以在订单配送提醒中添加Logo。 这样你就可以确保每一封邮件都将是经过品牌化的。 下面是Province of Canada提醒客户订单以送达的例子。 颜色一旦设置好模板以后,你就可以开始调整颜色。 你可以回顾一下之前所选的一些颜色,确保所有的颜色风格一致。 这个时候你之前记下的16进制代码就开始发挥作用了。 因为它能帮你确保网站上所选的所有颜色都达到完美像素。 结果你可以通过一些新手友好的应用来打造不错的品牌视觉。 而好的视觉设计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。 要想尽快的创建Logo,定位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品牌化。 H4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 无论你是用iOS还是安卓系统,你都可以下载该应用。 而且无需Photoshop就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在线品牌推广。 除此之外,不管你是在何时更新社交媒体头像或网站内容可以是季节性销售。 节假日购物季,甚至是需要你全力以赴的主题产品发布。 以上这些工具都能派上用场。 总之,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更新品牌内。